好,教育一提来看到,花莲市公所是首度开办了课语中高级认证的辅导班 那么市长魏嘉贤在考试之前呢,也是特别前往关心学员学习的状况 那么也预祝大家都能够拿到夹击 市长魏嘉贤跟着学员们一起来朗读课语诗词,发音标准有模有样 这是花莲市公所第一次开办的课语中高级认证班 市长表示,语言是文化传承重要的一环 市公所透过开办各种的语言学习课程,希望可以让各个族群的文化代代相传 那花莲市公所第一次开中高认证的一个班别 那主要是希望在窥广客家族语的部分能够有更高的一个层次 让很多通过初阶的朋友们能够继续学习 那在此要谢谢我们梅子老师跟我们立文所长 还有我们客信所的同仁 虽然第一次开,但是有爆满的情况 让很多学员学得都非常非常精彩 那尤其是今天我们所学的就是古代的诗词 那古代诗词也许配上客家语言 它的音率都会非常接近 那也是古语的一种表现 那我们希望说能够透过各种不同的语言 能够让每一个学习者都能够赶快挡挡上口 那面对下一次的考试能够马上就能够很顺利的通过 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子不断的激励每一个学员 让客家的主语能够在花园市发光发亮 那逐步的让更多年轻人也进来做学习 由于中高级认证考试是以说跟写为主 课语新传师游淑梅以专业方式循序渐进教导学员 用课语念唐诗来学习课语的拼音还有念法 也让学员从客家文章当中学习客语文字和书写方式 并且教导学员练习用客家语法来写文章 期盼在最短时间之内能够加强课语运用能力通过中高级认证 市长表示华联市公所会持续推动客家文化传承工作 他也邀请大家一起来学课、来讲课 传承美丽的客家语言文化 借旅会华联市报道